你怎么能对天下的老师 好老师都这样 才是咬不 你们俩可以最后再见一面 心眼不错 当时 你收没收到一千八百块钱 收到没什么 我告诉你 那一千八百块钱 是我寄给刘老师的 是我让刘老师转给你的 你知道吗 你胡说 你杀死我两个哥哥 你还能给我钱 你这就是我给的 就是我的钱 那是公安厅 那是公安厅因为我消灭了 犯罪集团 讲给我的 我觉得你比我需要他 我就给你了 知道吗你 我就不明白当时你 你为什么不去接着上去啊 为什么呀 你负责了我一片苦心了 你胡说 什么胡说呀 谁都不是你给我呢 就是我给你的嘛 就是我让刘老师转给你的嘛 你知不知道九一年那会儿钱多值钱啊 那会儿你知道我工资多少 一个月不但五百块钱 我一千八百块钱我给你了 我都要打水票了 但是我不知道 我疯了 我要知道我也不会要 我不会要你一分钱 你不会要 你不要是不要的那回事 烦你用了吗 我是一票好戏吗 我不落这名声 我还给你 咱俩谁也不欠谁的 我明天就还给你 师父怎么不雕头马三 只要马三一头 去去手就可以击毙他 老爷不希望你这样的情况 李立啊 你手里有枪 我不敢惹你 这是一千八百块钱 足够你上高中啊 有富裕啊 我知道你两个哥哥对你好 你小时候是不是老跟爱跟人家打架 你打不惯人家 我就知道哭 你二哥替你报仇 孩子嘛 手中手轻 哪能控制住啊 是不是你二哥因为你第一次进了上官所 你大哥还是能挣钱的吗 那时候 你家里头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嘛 小时候 对 我日子过得比谁都好 可你毁了我的这种日子 谁又要替我当做给我报仇 你报仇也不能这么个报份 那我怎么报啊 说句心里话 咱俩出来一些日子了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心里头大概都有一个 我觉得 你还是挺善良的一个孩子 你就是打死我 我也这么说 你是一个善良的孩子 你不善良 刚才邵长水就不会说你还救过他的孩子 对吧 但是 你现在手里头拿的这把枪 你知道你大哥当时有几把吗 除了你二哥和你两个亲兄弟 他手下是不是还有十来个兄弟 是不是都靠着他过日子 靠着他挣点钱 是不是 是吧 你都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 你现在应该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吗 拼人报仇 拼人做保镖 打包不平 狗屁 打包不平 他们动不动就卸了谁的胳膊 动不动就他们举了谁的腿 手下强 比他们日本鬼的还坏 你还拿枪口对着我 我没给你急 你还给我急了 有这样的吗 天下有没有这样的理 你多大了 你现在 还想那会儿你那么小 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 你 光你 你们家有兄弟姐妹 别人家没有兄弟姐妹 你二哥大哥把人家打死了 你兄弟姐妹怎么过怎么活 你回答我 我不管 反正你毁了我的生活 你就得死 你没死 我刚才已经救了你一命了 你还要我死 你说这个话 你是个王八蛋 你什么时候救了我 你怎么救了我 我怎么救了你啊 现在有四把枪对着你呢 都是中国警察 天天守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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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可能 我告诉你 是因为我替你求了情 他们没有把你打死 知道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替你求情了吗 因为咱俩有交情 知道吗 我舍不得你死 我佩服刘老师 所以我求了他们 我批评你死 你信不信 你要不信这样 你跟着我转 你别歪头 你跟着我转 你转到一定的角度 拿眼飘一样 你就能看见枪口 你信吗 你别歪头 你要歪头 我把你的枪吓了 你他妈说我是暗算 你是个王八蛋 行吗 他妈说是什么 不是 你还说是你 我还说是你 我还想要你 她就能不能过 我还想要你 游戏 你别看我 你还的话 他就能做一个 我还说是你 他妈妈也那样 表演吧 不止一把枪 您周围 肯定有一把枪描着您的太阳穴 您好 您好 是否可以是个尽情之事 是否可以是尽情之事 在等 站出去 我现在为这个事 我给你针锋的后脑 等 后头就不让你看了吧 那是我徒弟 那枪 那更神了 神里头每年 比赛都是前两名 大不了咱俩一起死 只要你死了 到了阴曹地府 我就能跟我两个哥哥有交代了 你交代不了 你没法交代 你二哥判刑以后 我们俩见了一回 他求过我 他让我转给你一句话 说实际上 说实际上你好好活着 好好做人 做一个好人 不要走他们的路 因为当时忙 我也没有去看你 我就让那个刘老师 赚给你一点钱 好的刘老师给我说 你不愿意 去上学 我也没再管这个事 你能 变成这个样子 作为一个长辈 我也是有责任的 要不这样吧 要不这样 我给外头那些人说一声 你把我打死 就不要让他们判你死刑 好吧 我真是这么想的 可能 法律 也不会允许 法律 肯定得判您的死刑 判您的死刑 我对不起你二哥了 是吧 你也知道 我一直想弄死你 我现在要保你老婆 你肯定是巴不得 让我死的吧 我巴不得你死 我进来干嘛 我嗓子我都含牙了 我吐个什么 第一回你弄坏了我的车 发现车里的错的不是我 你没有下手 对吧 第二次你以为 屋里头是我一个人 进来屋 一看 不是我 又没有下手 对吧 我觉得 你还不是一个 十额不赦 滥杀无辜 坏透了那个 坏小子 对吧 你听老叔叔一句话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 继续还能高大学 现在考学制度都改了 七十岁的人都能上大学了 找那个刘老师 再好好复习复习 你不找刘老师 你这 找我这个 找我媳妇 特级的老师 让他帮帮你 怎么样 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呢 他们给了我一把枪 你信不信 我说用不着 四二我知道 四二那孩子 我了解他 这什么用呢 我拿给你看 我也是快六十的人了 我被你嚷嚷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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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